而青年魅力 阿美动力作为竞选主轴的 先援第五选区候选人周俊佑 也在13号 是在吉安乡中华路的服务处 举办了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活动 周俊佑敬邀请族人朋友们来为他打气 并且恳请大家继续的支持 亲力亲为 踏实服务 不畏奸来的有力问证 让他继续在华林县议会 为竹人们来服务 补合于选举 剩下最后13天 候选人纷纷把握假期时间 成立竞选总部 恳请相亲的支持 第五选区县议员候选人周俊佑 13号上午成立竞选总部 县长徐真卫 吉安乡长尤淑珍 立委曾天才等多位民意代表 都道长立挺支持 周俊佑当选当选当选周俊佑 他当选先言绝对可以为我们整个吉安 花莲市新城包括秀林做最好的一个服务 周俊佑没有忘记到中央用他的力量来支持吉安 所以他又到了环保署 给我们争取了600万的厕所改善计划 我们再给周俊佑掌声鼓励 各位头目 在部落的建设里面 息息相关 我们东昌公务起劫 这么大笔的经费 从中央 从县府 我们的米索西路反爱的支持 但是也要有周俊佑来当推手 所以1500万的经费到位 我们现在做到11月 我们的进度超前已经要完成全面性的所有的长辈的起绝工作 所以周俊佑又成为强而有力的推手 我们再给4号的俊佑掌声鼓励 特地上台为他助讲 希望族人能够全力支持青年魅力阿美动力 让周俊佑能够继续留在花莲先议会 与他共同推动 珍贵的族群文化数位采集保存的重要政策 在我们俊佑 推动我们的族语 还有我们的影音 以及我们的鼓调 还有对于地方部落文化的调研 非常的认真 而且非常的执着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 因为这一代不做 下一代下下一代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同时县长徐真卫也为他批刮才呆 周俊佑 大选 周俊佑 大选 去校去校周俊佑 大选大选周俊佑 二十届的花莲先议员第五选区候选人 目前登记有七人 应选三人 可以说是竞争相当激烈 周俊佑以青年魅力 阿美动力 再次恳请大家继续支持 七弟轻微踏实服务 不会拒艰难有力问证 是花莲先议会新生代的议员 恳请族人能够继续的支持他 记者临结吉安香 采访报道 阿美动力 感谢观看